字幕提供 這是路過卡購的巧克力布朗尼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布朗尼機 價格不貴,不過我再也吃不到 因為卡購的主人他們要去法國學業 很多東西總會因為各種理由消失停止 路過卡購的布朗尼就是其中你的 當知道這個消息時,我在最後一天一口氣定了4個 而這是最後一個,味道同樣濃郁 另一個要消失的則是金石堂的城中店 還在2018年6月24日這天晚上吹起石燈號 這天晚上我在這買了一本書 拿了我平常不會拿的紙袋,好好收純了發票 這些金石堂與其他金石堂的差異 在於它存在於一間重慶南路的古老屋舍中 但因為出約到齊了,房東另有安排而必須走 重慶南路書店街的沒落也不是這一兩年的事了 要歸因於人們不看書嗎? 或是閱讀風氣不剩? 這我不知道這是個太複雜太龐大的問題 但關於這間金石堂的消失其實早在前幾個月 我看它一樓賣成一些紀念品 接著我又看它掛起來賣回頭書的紅布條石 我心中就隱隱覺得,嗯,還能撐多久 我一直覺得這間金石堂有著外觀的優勢 卻沒有走出它獨特的路線 人們不會沒事為了這間店而特地前往 諷刺的是,當它全部要關門的時候 才有這番魔尖插種的景象 同樣是書店,同樣是要關門 另一個要走的其實還有兩三年後的敦南成品 當然狀況是一樣的 竹爵到齊,房東凱建 但他所呈現的氣勢 卻與金石堂是兩樣齊 敦南成品做出了他獨特的地位 即便有更大更新的市民成票 但我相信老文青不論真假 都還是會以敦南成品為優先吧 我相信許多人都曾在半夜去那裡過 不為什麼 就只是晃晃看看書 當然也會順便買買書吧 敦南成品大概就像基督徒行中的耶路撒冷 不可金石堂城中店呢? 6月24號的這天晚上 我跟著許多送行的人 站在金石堂城中店外面 鎖著熄燈等著向他說再見 不過我不會放熄燈的片段 一如我希望書節會繼續存在著 謝謝黃明 謝謝黃明 謝謝 謝謝